大家好, 今天我們請了香港遊艇會的袁丁梁叔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新年的時候水仙應該要怎樣照顧 讓水仙開得越來越漂亮, 大家就會花開故貴 今年梁叔, 早安 早上, 你好 是的, 早安 我也知道你幫我們的會預備了很多水仙, 是嗎? 是的 很漂亮, 那些水仙, 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水仙買回來要怎樣處理? 買回來, 每年天時熱, 你就22天開花 22天開花? 是的, 如果天時冷, 太冷的時候要24、5天開花 我們會一定要提早2、3天放上去 寫字樓的員工, 就會看到過年 明白 你過年, 大家放了檢, 你放在這裡, 沒用的 明白 不同的家庭, 是這樣 家庭又不同, 遲些放都沒所謂 好了, 譬如這個這樣的水仙 我們已經看到開了一些花, 是不是? 嗯 那麼, 我們買回來這裡, 要怎樣處理? 它的根這裡 哦, 買回來呢 你大一個時間呢, 你批的時候呢 你就要量那些黑色的衣 那裡有很多那些舊的皮包著它 嗯, 就是這些黑色的 是的, 就是黑色的那些 嗯 那麼, 跟著呢, 你就做那個根那裡 它下面有個架的, 很舊的那層皮 你就要批了它, 讓那些新根容易長出來 這些就是那些根, 是不是? 就是容易長出來, 嗯 嗯 長出來之後呢 那你一定要浸水 嗯, 就這樣放在這裡 是嗎? 不是, 用那個什麼 躺下來, 怎樣都可以 要浸四、五天 嗯 那些繩, 它的枝啊 嗯 那些粥都要流出來了 嗯 沒有那麼多膠質了 嗯 那就是, 不會臭嘛, 那些水 嗯 你有那些膠質, 你是浸著, 你是臭的 嗯 所以一定要四、五天之後 嗯 天天都換水, 嗯 天天都換水, 嗯 天天都換水, 浸, 浸了四、五天了 那些有的根漆了, 嗯 嗯 有一定的苗, 或者要上盆 嗯 為什麽事要上盆這麼快呢 這樣放下去, 是 大一, 你的根高了, 放那盆, 它就會斷 嗯, 它一有根, 已經定了, 定了, 了 你就放那盆那裡, 嗯 它慢慢生了, 你天天的灌水, 換下, 天天的灌水, 換下, 天天的灌水, 換下, 都有花, 就會容易擺咯 明白 就是這樣 那如果開始有那些花, 即是, 水仙花生了出來, 是不是不要向著太陽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的 一開到花呢 都ok的, 你怎麽擺都無所謂的了 嗯 但是呢, 你就, 千萬不要太焗的地方 嗯 太焗的地方太陽呢, 它的花都開得快, 擠得快 是比較, 最好, 陰涼些, 這樣 那些花就保持久一點, 是這樣 嗯, 是這樣 好, 多謝你先, 梁叔 那呢, 我們就希望大家, 都可以買些靚的水, 先回家 祝大家牛年, 翻開富貴